民眾黨罵說 北檢又在自甘墮落 變成政治追殺的陰犬 讓司法供下去繼續向下沉淪 還有民眾黨欲最嚴厲譴責 光民眾黨柯氏 對 但是很奇怪 光他柯氏嘛 是這個頂月的資產被扣押 又不是民眾黨黨產被扣押 跟你什麼事 你跳出來喊什麼 別人吃麵你喊燒喔 莫名其妙嘛 對 所以好 沒關係 民眾黨現在算是逢北檢必反啦 看到北檢就要吸反這反 可是問題是說 柯文哲被羈押也滿月了嘛 一個月你民眾黨要反北檢 也要拿點論述出來嘛 所以黃電影律師就整理說 民眾黨亂講 好 你要提 我們現在已經有五份法治機關的公文書 在打臉民眾黨的主張囉 你只會一直跳針說政治追殺 可是包含從檢察官到法院怎麼講呢 我們看第一個公文書 就是這一次台北地方法院 裁定扣押金華成人土地 說啊 這剛剛律師有解釋 會來到扣押這一步 表示說新政已成嘛 對 證據一定剛剛的強 那第二個呢 就是柯文哲被裁定積押禁見的時候 當時我們大家都看到了 北院的裁定書是直接說 認定柯文哲有圖利罪 以及違背職務受惠罪 重大的嫌疑 高等法院講的也很直接啊 說柯文哲介入金華成案是客觀事實積極介入嘛 客觀事實積極介入 連高等法院都這樣講了 對 你說高等法院還不夠 我們就有地方法院 有高等法院 現在還有高等行政法院 這個就是之前金華成 2018年的時候 我來告台北市政府嘛 對 說當時說好的保障12萬坪樓地板面積 怎麼沒有給我 我容積要比560更多 就後來被行政法院打臉 因為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台北市政府有勝訴 你的法定容積就是只能到560% 不能給到678 678都不行了 840當然更不行了嘛 所以柯文哲這個真的是挫債了 再來最後一個是今年1月初 監察院糾正嘛 監察院把整個案子調查完畢後就說 你的容積率就是只有560嘛 你給他另外加20% 這個就已經給他圖利了超過110億以上嘛 重大為師 所以從看到 其實在法院已經有的文書 最少最少就5份 北檢當然基於偵辦的需要 去申請扣押金華城的土地 這是北檢的決定 可是裁定下來是北院啊 是台北地方法院 是法院的裁定啊 結果呢 民眾黨竟然弄個聲明 這個聲明呢 罵北檢是這個政治陰犬 對不對 北檢自甘墮落 挪為政治追殺的鷹犬 問題是第一個 你民眾黨為什麼要幫沈慶慶出氣 沈慶慶是你們家老闆嗎 金華城是你們家黨產嗎 第二件事情 為什麼民眾黨不敢罵北院 對 所以非常奇怪 因為剛剛律師有分析了 就是說這個北院裁定 金華城的土地 頂月開發名下土地被扣押 他說這骨牌地上推倒了嘛 後面慘了 卻被抽贏跟各種可怕性都會發生 但是週末的時候非常奇怪 我們沒有看到頂月開發出來 痛罵 沒有 沒有看到說 什麼中史話痛罵 他們又發一個簡單的聲明啊 也沒有威京集團出來 痛罵 都沒有 結果有一個人跳出來了 是誰 是民眾黨跳出來了 民眾黨罵說 北檢又在自甘墮落 變成政治追殺的鷹犬 讓司法攻再去繼續向下沉淪 還有民眾黨欲最嚴厲前哲 光民眾黨柏市 對 但是很奇怪 光他柏市嘛 是這個頂月的資產被扣押 又不是民眾黨黨產被扣押 跟你什麼事 你跳出來喊什麼 別人吃面你喊騷喔 莫名其妙嘛 對 所以好 沒關係 民眾黨現在算是逢北檢必反啦 看到北檢就要稀反這反 好 可是問題是說 柯文哲被欺壓也滿月了嘛 是 一個月你民眾黨要反北檢 你要拿點論述出來嘛 所以黃定英律師就整理說 民眾黨亂講 好你要提 我們現在已經有五份 法治機關的公文書 在打臉民眾的主張囉 你只會一直跳針說 政治追殺 可是包含從檢察官到法院怎麼講呢 我們看第一個公文書 就是這一次台北地方法院 裁定扣押金華成人土地 說啊 這剛剛律師有解釋 會來到扣押這一步 表示說新政已成嘛 政據一定相當地強 那第二個呢 就是柯文哲被財地 積壓禁見的時候 當時我們大家都看到了 北院的裁定書是直接說 認定柯文哲有 圖利罪及違背職務 收衛罪重大的嫌疑 而且這 我講的時候 這幾個東西都是 法院的裁定 第一次是這次扣押土地 法院裁定 這111.7億是不乏所得 沒錯 第二次法院裁定是什麼 這是積壓庭嘛 對 那時候法院說什麼 柯文哲 土地罪及違背職務收衛罪 罪嫌重大 而且不只地方法院 在這個積壓庭之前 還有高等法院 高等法院講也很直接啊 說柯文哲介入金華城案是 客觀事實積極介入嘛 客觀事實積極介入 連高等法院都這樣講了 你說高等法院還不夠 我們只有地方法院 高等法院 現在還有高等行政法院 這個就是之前金華城 2018年的時候 來告台北市政府 說當時說好的 保障12萬坪樓地盤面積 怎麼沒有給我 我容積要比560更多 結果後來被行政法院打臉 因為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台北市政府勝訴 你的法定容積 就是只能到百分之五百六 不能給到六七八 六七八都不行了 八百四當然更不行了嘛 所以柯文哲 這個整個是挫債了 再來最後一個是 今年一月初 監察院糾正嘛 對 監察院把整個案子調查完畢後 就說你的容積率 就是只有五百六嘛 你給他另外加百分之二十 這個就已經給他 圖利的超過一百一十億以上嘛 重大為失 所以從我們看到 其實在法院已經有的文書 最少最少就五份 其實這還不包含第六份喔 包含我們講到 豬雅虎的積壓財定禁件 對不對 豬雅虎財定積壓禁件 法院是說 豬雅虎坦誠犯刑嘛 坦誠行為犯刑 不是坦誠部分犯刑喔 是全部喔 對 所以有人行為就有人收賄嘛 對 所以你看到 層層的公文法院的客官 第三方認定 那民眾還應該去罵法院啦 對啊 民眾還應該包圍台北地院啦 對 嗆法官 豬雅虎 應該嗆法官啦 黃國燦走出來 去包圍台北地院 對 黃國燦怎麼沒有站出來說 台北地埋法院 流為政治的陰險 台北地埋法院 不要敢啦 好 所以呢 這個重大把時代力量說來講話 時代力量喔 這個 時代力量總不是綠的了吧 時代力量裡面比較綠的人都出來了 就像我這樣 哈哈哈哈 然後時代力量 第三實例就講了 說奇怪你民眾黨 那個法院扣押 威京集團 鼎月公司的土地 你發什麼脾氣 對啊 你發什麼標啊 莫名其妙 問號欸 對 人家說奇怪欸 鼎月公司是民眾黨的賦水組織嗎 還是它是 進化城是你民眾黨的黨產 還是 鼎威京集團根本就是你民眾黨的老大 對 時代力量很嗆喔 剪刀槍了 說你民眾黨是像被威京集團養的 欸你不講 還真的有道理喔 對啊 我們之前不是在講說喔 清晰華 陳惠英喜歡用人頭回捐三百萬給民眾黨嗎 那大家可能覺得說欸 民眾黨收個三百萬 還要把滴滴答答 就哇 冒冒一整理出來 不得了 民眾黨 這個是時間軸 對 這是捐款的次數 2020年一整年喔 全部收到這些才真的是 冒冒與滴滴答答一點點 哇 就這一根特別大隻 這篇就是那個集中在 八月二十三月二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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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二十六的那三百萬 就是吃完英小微便當會之後 馬上三百萬進來 哇你看爸這麼大隻 但是整個民眾黨一整年政治憲定就靠這一根來撐嘛 所以難怪人家實在要看他們說 中流砥柱 現在微經濟團變你民眾黨爸爸喔 真的是衣食父母 所以民眾黨現在真的慘了喔 不要再嘴囚了 因為下一步現在報導出來了 媒體就說 北檢扣押土地的時候 搞不好下一步就是你民眾黨的政治先進專戶耶 這樣子陳志涵的薪水怎麼辦 發不出來被扣押了 叫陳志涵怎麼去高雄玩 沒辦法人家豬牙虎就承認說 對我們就是用你政治政治專戶來當人頭 來行賄嘛 當然下一步就要扣押你這個戶了 好非常謝謝吳徵 請吳徵回來問以上 可是問題是喔 到底金華城開始怎麼跑 台北市政府有沒有這個破例 讓金華城停工呢